大家好,今日是十二月初八世加牟尼佛陀成道日,我们一起来学习男老师的论述,佛悟导时发现了什么秘密。 根据经典与传记的记载,世加牟尼佛刚生下来,便具有与众不同的禀赋。 因为过去多生累劫的修持,才有这一生出生时的各种瑞相。 他抛弃了王位,又出家求道十二年。 大家要注意这十二年,因为很容易把他忽略过去。 现在我们把重点放在世加牟尼佛修持的十二年来讲。 当时印度的宗教,有各宗各派的修持方法。 这些修法在世加牟尼佛以前就已经存在了。 当时世加牟尼佛学了各种苦行,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修炼。 他不像我们现在人学佛。 三心两意的,东面去拜个老师,西面去拜个老师。 这边去套几句话,那边去套几句话。 而世加牟尼佛每一次都是诚诚恳恳去学。 该下的功夫,他都做到了。 然后他认为那些都不是道。 不是究竟,于是自己又到酷寒的雪山上去修苦行。 经过六年,认为苦行也不是道,只好又离开。 后来在横河边菩提树下打坐,发誓非诚无上正等正觉不可,否则便死在那里。 最后终于堵明星而悟透。 其实这一段大家都已经知道了。 我在讲一遍的原因,是要提起大家的注意。 也就是要大家知道,世加牟尼佛在这十二年中,做了些什么,又是如何修持的。 我们看了他的传记,只看到他学无想定三年。 最后知非即舍,往往忽略了他在这十二年当中,认真修持的一面。 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无想钉。 这是印度的古法,中国及世界各地都有,也就是修道人想学到的那个莫妄想。 没有妄想,比如我们大家打坐,能不能做到盘起腿来没有思想,绝对做不到。 我常说笑话,只有两种人可以做到。 一种是还没有出生的人,一种是已经死了的人。 除了这两种人以外,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得到。 释迦蒙尼佛在学无想定三年以后,发现那不是道而丢掉,并不是他没有修成,而是修成后丢掉了它。 因为那不是道,由于佛经文字简单,我们容易看过去而忽略了。 佛学的非想非非想定,这个名词很美。 非想不是我们普通惯性的思想境界,但是非非想不是思想,勉强就说它是一种灵感吧,是一种超越思想的灵感。 现在有一种超越冥想,其实也还不是这个非非想。 非想非非想定与无想定的这个定完全不同,无想定是把思想完全灭除的,而这个非想是绝对没有思想。 可是又不像无想定般什么都不知道,它不是没有直觉,你有灵感的一种功夫。 这是当时所标榜的最高修炼方法。 释迦蒙尼佛以三年的时间达到了这个境界,但发现它不是道,所以又丢掉为傲了。 大体上,佛经传记所讲的佛的修炼经过,这是很重要的两点,为什么不提其他的修炼呢? 原因是这两种修持的功夫,实验,已经涵盖了世界上很多修持的方法,也是很重要的方法。 所以释迦蒙尼佛其他的修学,都可以不必再悉数了,例如佛在学道前,对于数学、武功、文学,都达到了最高明的境界。 出家后,又学成了这两种最高的法门,但是认为还不是道。 其实,假如你真能做得道,天天在那里一动都不动,即使你没有道,别人也认为你有道,灰弟子也都来了。 众孝,大家注意,释迦蒙尼佛认为这个并不是道,当时他再也找不到明师,只好自己到雪山去修苦行了。 他一天只吃一个甘果,当然饿扁了,饿得不成人形了。 他这样修,是要找出一个真理来,但是六年之后,他认为苦行也不是道,然后就下山去了。 释迦蒙尼佛到了恒河边,牧羊女供养他很好的乳酪, 因而摆脱了父亲派来的五个紧跟着的年轻人,因为这五位认为佛放弃了修行志向,所以离开了佛。 这五个人后来就是佛在鹿野院最先所都的大弟子,这时一般人也都认为他退道,退票了。 因为大家都认为出家人应该苦行,于是那些跟他的人自然退回。 可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,他因为得到了营养,恢复了体力,才赌明心而悟斗。 所以我经常提醒出家人,要特别注意身体健康与营养,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,是无法修道与正道的。 这是一个事实。 佛接受了营养,恢复了体能,才渡过恒河到菩提树下。 那时他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能够指导他的名师,只有靠自己到菩提树下打坐。 发愿,这简单的几个字很容易被忽略过去,看的时候一丝丝互动了,可是没有深入体会。 佛当时的誓愿推开了宗教,推开了中年的词句,等于说发了誓,赌了咒这次如果我不成道,就在这里死掉算了。 补起此作,就是这句话,他求道就是那么的专心。 根据释迦如来映画世纪的记载,佛在六天之内,先得四展八定,再得意生身,而后陆续一夜之间正得六神托。 第七天的凌晨,抬头一看,注意,释迦蒙尼佛打坐不像我们那么呆板,头也不敢抬,他大概也要休息休息,抬头一看,看到天上的明星。 而正悟到了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,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,到了第七天,堵明星而悟道。 天快要亮了,抬头一看,天上一颗亮星,那大概是向东方看,月亮下去了,整个天蒙蒙的。 晨星出来了,他看见了,一下开悟了,大彻大悟。 这是禅宗的记载,你注意啊,非常重要,禅宗讲堵明星而悟道,这几个字就解决了,比较俗语化,头语化。 佛学呢,堵明星而成正确,已经佛学化了,他悟道了,讲的这几句话,特别注意。 奇哉,拿现在白话翻译,就是好奇怪啊。 所以感叹,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效,又变成佛学化了,你看中文把它翻译成语文体。 一切众生,不止一个人吗?每人都完全具足,都充满的,本来就是个佛。 我们大家不但有佛的智慧,还有佛的功德,一切具备没有欠缺,只因妄想之主,不能正德。 既然一切人都是佛,个个都是佛,普通人为什么不变成佛呢? 有个东西把自己挡住了,所有的思想,感情,能够知道的,都叫妄想。 被这个妄想的东西挡住了,只因妄想执着,把自己的主观抓得很牢。 所以不能成佛,就是那么简单。 他讲了这个话以后就要涅槃了,就要走了,才感动大饭天天主赶快下来跪在前面说,你不能涅槃。 因此才出了说法四十九年,宅子如何修正佛法禅与生命的认知出讲。 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,生命得到自在,他得到了一个结论,人即是佛,心,佛。 众生三无差别踏在菩提树下,阅读明星而悟导,说,奇灾,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。 只因妄想执着,不能正的奇怪,真奇怪。 每一个人都是佛,互只是人,每一个有知觉的生命,包括动物,都具备了和佛一样的智慧功能。 那么,一般众生为什么不是佛呢? 是因为自己的思想把自己障碍住了,把自己虚妄不实的思想当成真的。 紧抓着不放,所以不能正得佛的境界。 我经常说,学佛是一件事,佛法不是宗教的,因为它要求正,所以是科学的。 科学的吗?又有哲学理论。 所以它不是科学,不是哲学,不是宗教,但也是科学,也是哲学,也是宗教。 它同一切宗教不同在于求正。 所以禅宗祖师讲佛以一大事因缘出世,这件大事便通讲是为了生死。 其实,个体的生死倒是小事,一个宇宙生命的真定才是大事。 它要人们自己找到人生生命的根源。 如此见到,如此羞耻,如此成就,反本还原。 本来无事,就是这样一件大事。 摘自圆绝经略说,习缠路影。 转自嘉陵仙音李静南怀警公众号。 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见。